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相信我 你不是一个人 谢谢 不过在那之前 有一件事我们得理清了 就今天 今天我只是高山 这样是比乔吻的感觉更好一点 我那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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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 怎么了 没事 就是受到了一些暴提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的跟我说一下呀 还不够清楚吗 我就知道 但是保密啊 尤其是不能让郑婉英跟孙女似的 不为了啊 毕竟从血缘关系上来讲 我是秦盛盛的女儿 摩天又在帮大龙上市 我不想中间被人猜测搞得太死点 知道 知道 你是不想让别人说高山是吧 说他不靠自己 靠攀关系上位是吧 跟杜菲一样 其实我是不介意了 不过 我尊重你的选择 真羡慕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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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什么事 你告诉他了 你没事 秦盛盛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们更清楚 为了利益 任何人任何事他都可以牺牲 更何况是我主动要求加入一家的案子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赢了我 又可以增加收购的可信度 症状他的下怀 我还以为你被人当枪使 我心里很难受的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 擦枪走火 会不会自伤这是两码事 有志气 而且高山说过 问题的关键在于苏美和 只要他能赶上股东大会 那一切就有翻盘的机会 我已经拜托了我做律师的学长 他最擅长经济和名师上的纠纷 而且他已经联系上了 事故当天在场的工人 我相信凭借他的教设能力和手段 很快就会有好的结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